画繁为简,极致优化 大家好,我是小麦 欢迎收看迭代外贸研究社的分享视频 本节我们继续来讲 邮件营销的发件率和收件率 那么我们来讲第一点 多IP资源 说到这个IP呢 我在前面讲六要素的时候啊 曾经详细的介绍过 关于这个IP的一个问题 那么IP呢 是我们在做外贸邮件的营销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种资源 是吧,是一种资源 为什么是一种资源 因为一个IP啊 一个IP你一天能够发送的这个邮件数量啊 是有限的 除非你用的是EDM平台 是吧,除非你是付费的 否则我们说如果是免费的邮箱的话 这个免费邮箱大家记住一点 你即使用的是买的是企业邮箱的话 那么实际上也是一种 也是归在免费这一类的啊 也是归在免费这一类的 也就是说不是那种按照发送 按照发送的数量去收费那种 我们都把它归到免费这一类 那么像这种IP的话呢 它一天的发送邮件的数量啊 是有限制的 不会让你这个无休止去发 我们有的朋友这个 用企业邮箱 我曾经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分享 说一天发了1000多封邮件 其实我觉得呢 这个数字我感觉啊 可能并不是太靠谱 也有可能这些朋友发的时候呢 自己不知道就其实你的邮件已经被封了 你自己并不是太清楚啊 根本就是其实是发不出去的 在发现邮局这一块已经可以打回来了 但是他并没有提示你啊 这是因为很多这个企业邮局的话 是吧 他为了自己的生意吗 他不会把这个 不会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 但是呢 这个大家就明确一点 IP呢 是一个资源 所以我们在要谈到这个发现率和收件率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这个IP资源 IP资源这个不足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你的这个发现量 那么就会下来 因为要么就是这个发现邮局不给你发了 要么就是那边收件那边怎么 就看你这都是同一IP过来就不收了 是吧 所以这里我们要谈到一个IP的一个资源问题 那么这个IP资源呢 前面我讲过啊 大家可以去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回顾一下 如果你要获得更多的IP资源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呢 这个我们就通过 主要是通过动态IP地址 是吧 来获得更多的IP资源 那么一般可以通过购买这个VPN ADS有拨号 或者说呢 这个 在这个网络上 特别是在淘宝上去购买这个动态VPS 是吧 或者叫拨号VPS 这个呢 就你能够获得更多的IP资源 这样你一天当中能够发送出的这个邮件数量会更多 这个地方我就不细讲了 这个如果不清楚 大家回去去看 我在前面讲了这个视频 那么获得了这个IP资源以后 那么你主要 你主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你主要解决的是发现率的问题 我们回到这个图里边 我们回到这个图里边 那么也就是我们把这个 这里的这些线路啊 这些线呢 把它如果看成这个 看成这个IP来路的话 是吧 那么你获得更多的IP 那么在发现邮局这个地方 你就能够获得更多的 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 发现的这么一个成功率 但是呢 对于这个收件邮局来说呢 收件邮局不光会去看你发现的 你所用的这个通道 是吧 这个IP 那么收件邮局还会反过来审查什么的 审查这个发现邮局 他的IP的这个服务 就是他的这个服务器地址的一个IP 有些这个 有些这个 垃圾邮件的这个服务器啊 他一天发送成间上万的这种垃圾邮件 是吧 导致这个国外的买家呀 那么就他们用了这个邮件服务器呢 就会对这样的服务器 就这样的发现邮局进行屏蔽 所以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检查一下 大家就检查一下 你自己用的这个 你自己用的这个企业邮箱 你用的企业邮箱 那么 他的这个 IP地址啊 是不是进入了黑名单 是不是进入了黑名单 这个工作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下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的话呢 呃 据我所知呢 就是用自己的企业邮箱 是吧 比如说你们公司是 你们公司 打员你们公司域名是 abc.com的话 对不对 那么你们公司的邮箱 就会是什么呢 就会是比如说圈A 圈 我们在这里画圈A 是吧 abc.com 然后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你的名字 比如说你是这个Peter的话 是吧 那么有可能你就是Peter 然后呢 圈A 是吧 abc.com 那么这就是你的邮箱 是吧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用这样的企业邮箱 在进行这个发送 那么在这样发送过程当中 大家就要去看一下 你的这个企业 企业这个邮箱 在这个发进邮局 那么他自己的这个IP地址 是不是被这个收进邮局列入了这个 列入了这个黑名单 这个你要去去看一下 那么怎么去看呢 这个很简单 我跟大家演示一下 你就明白了 那么这里呢 给大家提供这个两个查询的工具 两个查询工具 一个是这个dnsbl.info 是吧 这个域名的大家可以记一下 然后呢 后面呢 是这个mxtoolbox.com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两个 这两个呢 我们上面可以去查询 这两个网址去查询什么 查询你的这个邮件服务器 是吧 你所用的写的邮件服务器 它的IP是不是被列入了这个黑名单 这个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怎么去做呢 那么我们首先点开另外一个网站 点开这个seo 这个站长工具 点开这个站长工具 这个seochinaz.com 那么然后呢 我们输入什么呢 你输入自己的网站地址 你输入你自己的网站地址 也就是说你们 你们公司的这个 公司的这个域名 把你们公司的域名输入进去 那么这里呢 我就以这个163为例 我就达表输入这个mail163.com 是吧 我进行这个查询 那么查询出来结果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大家去看 在这里提取 在这个地方获取的是一个IP地址 大家看这里获取IP地址 这个IP地址是什么呢 就是 也就是你们公司的 你们公司的这个邮箱 你们公司的这个邮箱的这个发建 发建邮局 也就是这个服务器 它所在的这个IP地址 就相当于你把你自己企业邮局的IP地址 把它提取出来 那么大家这个步骤就操作就行了 你把这个IP地址提取出来 提出来以后呢 你就把这个IP地址放到这个 放到这两个网站上面去进行这个check 是吧 去进行这个检查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检查什么呢 这两个网站就是检查你的这个 你看这里只要是OK的就表明 你的这个发建的这个服务器啊 没有被列入全球的一些这种 垃圾邮件的这个服务器的黑名单 是吧 它不在这个黑名单里边啊 那么你看这个OK就表明不在 没有被列入 那么这个红色的表明什么 已经被已经被列入了 是吧 那么我们看这个 我们把这个163的这个发建的这个服务器 放在里面看 基本上怎么样 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了 是吧 没有被没有被列入进去 好 那么我们再看看 这个这个网速不是太给力啊 他这个一直还在这个获取数据啊 没有关系啊 这个我们这两个网站的功能呢 是一样的啊 我这我这里就不去等他的结果了 大家到这里去看 这两个网站功能是一样的 主要就是帮你去验证你的这个 你们公司所用的这个域名下面这个邮件 服务器是不是被列入了黑名单啊 这个是你需要去做的 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要 要提醒你注意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我们回来这个战场之家这个工具啊 很多情况下呀 就是这个 你的这个IP地址下面啊 我们有些企业的IP地址下面啊 如果你不是自己独立IP的话 那么一个IP下面可能有很多 可能有很多这个企业都在用这个IP 那么你如果说别人通过这个IP发送了这个 太多拉击邮件的话 那么你同样是也会受到影响了 对吧 因为你们同样是从这个IP在在在上面去发送邮件吧 怎么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什么呢 我们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哎 我之前没有发送拉击邮件呢 为什么我这个IP地址被列入了黑名单呢 那有可能是你之前的同事 或你之前的人 他用这个发送过太多的这样的邮件 所以说这已经被列入了这个黑名单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发现假如说你发现这个 你的这个这个IP地址啊 你的邮件IP地址在这个地方被列入了 就大量的出现这种红色这个红色差的话 那你就你的这个邮件 给国外买家去发送这个 这个开发性的这个成功率啊 是非常非常低的啊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去解决了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你像这个叉号啊 你这个叉号的话 我觉得呢 如果超过五个的话 那我觉得你要一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像这个只有一个对吧 这个问题不大 那如果你超过五个的话 那我建议你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解决的方法呢 其实有两种 一种呢 是你去跟你的这个邮件服务商啊 其实也就是你们公司的这个域名啊 你们公司的这个邮件邮箱是从哪买的 那你要去找他 让他跟你去更换 更换你的IP地址啊 这个是最直接的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你要去申诉啊 像这一些这个黑名单的这个组织啊 去递交申诉啊 也就是说申诉你的IP地址啊 并不是发垃圾邮件的 但我跟大家说这个过程非常复杂 而且成功率的非常低 所以我这里我也不给大家去演示了 因为我自己曾经做过 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 也得不到什么这个有效的回复 所以说最直接的方法呢 还是去更换这个IP地址啊 更换这个就要求你的 你这个邮件服务商啊 去更换这个IP地址 所以我建议呢 大家在做这个邮件之前呢 把自己的这一套流程 把它还是还是做一遍 确保啊 确保 虽然这种几率不是太高啊 不是不是说 大家看视频以后就就就会觉得 是不是我们这个很多人都会这样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不是太高 但是我建议你啊 如果就是如果你确实要把这个主动开发客户 作为一个后面重要工资 要做的话 那么这一块呢 你是要一定要去把它 一定要去把它这个 去确认一下了 是吧 看看自己的这个IP地址 就是并没有被列入这个黑名单 那方法就是第一 通过这个站长工具 把自己的公司域名输入进去 把IP地址提取出来 然后呢 放到这个 这个黑名单的这个 查询的这个网站里面进行查询 确认自己的没有被列入这个黑名单 然后你这个就可以确认自己的这个什么发件率 和这个搜件率啊 能够把它提升起来 OK 那么有关这个第一块啊 多IP资源这一块呢 我们实际上就是讲了两点 第一个呢 是大家需要去 如果你想发送大批量的邮件的话 那你要去获得IP资源 第二个是确保自己的这个 就如果你是用自己企业邮箱发送邮件的话 确保自己这一块的IP呢 没有被列入黑名单 主要是做这两块的工作 OK那么关于第一点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析这么多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面的视频呢 再来讲第二点 多种类发生箱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slam the door The snow glows wid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And it's called the broom